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组嘉宾啊 他们是一对夫妻掌声 欢迎他们出场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月红 大家好 我叫龚建强 来自上海 我们看到今天夫人出场的时候 腿脚有一些不太方便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2002年5月10日 也就是我们新方后的第六天 我的妻子突然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晕倒了 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丧失了语言和行为能力 在急诊室里 我拼命地喊她 叶红 叶红 你醒醒 可是她一点声音没有 后来医生还对我说 我们现在 要到手术上给她拯救 像她的病例 有可能 在手术上也可能起不来了 叫我做好思想准备 当时 我真的 一下子 不知道怎么样了 新婚的第六天 对 妻子突然间就 面临有可能失去生命 这样的一个状况 后来你们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吗 就是医生说 因为你老婆的脑习惯畸形 一下子血管暴力了 造成脑部 像一个脑瘫病人一样了 那医生当时说 最严重的情况 你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她说 命是赶紧抢救回来了 命是保住了 但是有可能 这辈子 在肠上度过的 你作为一个 刚刚结婚六天的新婚的丈夫 听了这话 一定崩溃了吧 当时 真的一下子 人像懵了一样 我想以后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办 真的很 有一个很真实的 你在那个 艰难的日子里头 你有没有过 后悔 结婚这件事 当时 有些动摇 当时你动摇以后 你有没有做什么决定 当时也有好多人 对我说 你还是放手 包括他的父母 我的业佛的爸爸妈妈都说 都跟你谈 当时 我真的心里真的很痛苦 放不下 放不下 后来是想想 想想呢 我老婆呢 谈朋友的时候 想想他的好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就下班以后 去菜场买了 给我送来的 想到他的好 我就 反过来想了 如果我离开他 那我老婆今后怎么办 自己如果得这个病 我想 他会不会放心你 对也这样想过的 将心比心都想过的 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当时爱人等于就是处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状态 我觉得这个新婚的小伙子恐怕照顾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天一天这么学起来的 每天都要重复的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早上给他弄好以后 丈母娘基本上在家里陪伴了 那么中午呢 当我一下班就回来了 不吃饭了 一个多小时呢 就到家里来给他按摩一下 到晚上再按摩一次 这样就坚持过来了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夫人叶红 整个除了走路稍微有一点不便的话 看语言说话呀什么都恢复的还挺好的 是大概从什么时候过了多少年之后状态慢慢的有所好转 睁开眼睛了好像几个月以后 但是说话呢 过了一年以后才开始 睁开眼是你亲眼看着他突然睁开眼的吗 对 当时是什么情景 当时我在陪他按摩 他突然之间眼睛睁开来了 睁开了以后 看着我 眼泪从两只眼睛刷一下子流出来了 你还能想起来睁开眼的那一刻吗 是的 当时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流泪了 我话都没有说不出来 我只有靠流泪表示 你脑子很清楚 脑子很清楚 知道他一直在照顾你 知道 知道 还很清楚 就是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我记得对老婆说过一句话 老婆你还记得吗 老婆你放心吧 爸我不会离开你的 其实我知道作为妻子 她心中对这个新婚的爱人 可以这样不离不弃的照顾她 十几年 心里充满了很多感激 刚刚叶红也自己说了 我心里 我脑子都明白 可能我表达不出来 那时候是用眼泪 后来当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 我听说你们选择了要一个宝宝 是的 我想用我这个宝宝来回报她 后来这个宝宝要了吗 后来专门是到医院 就征询过来 医生说了 现在呢 希望是有的 但是风险很辣的 当时我真的很犹豫 但是我老婆真的很坚定 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宝宝 就是经过评估之后 告诉你们 如果生一个宝宝 她可能是不会受到 这个一些影响的吗 医生是这样说的 她说生小孩本来是很危险的 正常人 也有百分之五是什么 说像你老婆这种性质 我们不是说你不能生 关键是 危险是很大的 你们能承受得了 但是我老婆坚决 后来就这样生了 那今天孩子跟你们一起来了吗 来来来 我们能不能见见这个小男孩 来 请你们到小宝宝上场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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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这 这上场的方式 哎呀 就知道这是一个 好跳步我们管这个叫 就上来了 哎呀 还是个小帅哥呢 哎呀 宝贝 你叫我什么 你 你几岁了 七岁 七岁了 爸爸对你好不好 好的 爸爸有没有批评过你 没有 有没有打过屁股 在家里边有没有照过妈妈 谁 有没有替妈妈干过活 都干过什么活 说吧 干过 干过我拿什么东西 给妈妈拿药 给妈妈拿药 你知道不知道 妈妈是 这个 冒着这个 影响身体的危险 把你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是的 那你长大以后 要是赚了钱 比如说你挣了一百块 你打算怎么花呀 给妈妈买药 给妈妈买药 哎呀 这小伙子从台上说 跑跳步上来 那个轻盈的这种步伐 足以说明 然后这个 这种皎洁的笑容 足以说明 就是这个家庭的 这个生活过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影响到他 你今天听说是要上台 对爸爸妈妈说句话来着 说吧 准备说句什么话来着 妈妈是星期 爸爸是月 那我就是他呀 我爱爸爸 我爱爸爸 有了这个小宝宝 这一家三口的生活 会过得更加有笨头 是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我们知道今天妻子 叶红是作为委托人 你心中充满了对爱人 对这个家的这种情感 能不能用你喜欢的表达方式 在我们向幸福出发节目 录制现场表达出来呢 你这十五年来 用你的坚强 用你的温柔 谢谢你 你辛苦了 抱抱你妻子 抱抱 亲亲妈妈 也亲亲爸爸好不好 亲亲妈妈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 出现了这种重大的创伤 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站在旁边关注的人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各种版本 但是这个家庭 他们选择了一个版本 那就是幸福 那就是坚守 那就是永远爱下去 龚建强 叶红 他们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身边最平凡的一对夫妻 但是真的他们的故事 也让我们看到 一步一个脚印 脚踏实地地 用自己这十几年的日子 向我们见证着 侄子之手 女子偕老 相信胡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按照惯例呢 我们要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 为此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歌手 把一首歌曲叫《遗失的美好》 送给你们一家人 爱 那思念绵绵不绝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 爱 如果走得够远 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 承诺常常很像蝴蝶 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 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 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不小心当泪滑落嘴角 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一心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那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我愿意